第一次的節目 第一次的節目 嗨大家好我是Nilu 最近呢很常拍Vlog系列 而且很喜歡拍一日的Vlog系列 那今天呢我在網路上發現 有一個雲林縣政府的安心旅遊路線 政府會找得出一個很特別的旅遊路線 然後你就順著它的景點走完就行了 雲林縣其實我是第一次來 我也是第一次來 今天除了旅遊VVV之外 其實是邀請米露做一個一日約會行程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你是我們公司公認的暖男 其他人都暖是不是? 痾...可能沒有這麼的暖 我今天會展現那個比較成熟男性的魅力給你看 最後再問你覺得怎麼樣 有時候打個分數這樣子是不是? 那除了展現暖男一面之外 就是其實米露今天還會教大家 如果你跟女生出約會 然後你有這些舉動的話 女生會覺得超級貼心的幾個指動 有一些小訣竅 好 那我們就直接上我們第一個景點吧 GOGO 欸 我們上來那個雲 雲嶺之秋 我很怕小豬 你不要太愛我 然後呢 發現他就是旁邊就有賣一些東西 竹筒飯 個人很愛竹筒飯 欸 他這個剝的很不錯欸 然後他還可以這樣播放 真佳欸 跟大家講一個約會的訣竅 就是你要展現你帥氣男生的一面 這好像是我的工作 我都可以給你展現 欸 厲害了吧 竟然會有男生戴獅子巾 是不是很貼心呢 大加分欸 因為大部分男生都喜歡戴皮夾 所以戴包包的人很厲害 戴傘 戴衛生紙 戴紙巾 就會讓你說 哇 這個人很貼心欸 這樣有拍到他嗎 嗯 因為你有點高 好 那我們剛剛其實上來的時候 開了還蠻久的山路 然後就是一直晃 其實我還蠻喜歡車子一直晃的 欸 對 你都不會暈車 對 因為我天生就是不會暈車 那你覺得剛剛開過來怎麼樣 風景真的還蠻好的 他說旁邊都是夢族吧 反正就旁邊都是很漂亮的竹子 就很像火影人的整個場景 而且其實他旁邊的風景 欸 你沒說我沒看欸 看了之後覺得 哇 好美喔 對啊 超漂亮的 也很有火影的感覺 火影裡面你最喜歡的角色是誰 余智柏 為什麼 我見到他第一眼對他一見中間 他是我五個老公之一 就是所有 不只還有電影界 全部加在一起的五個人 他是騎什麼大塊的 這邊很厲害欸 欸 真的耶 好棒喔 那這邊好像有說厲害的地方在於 你這樣看過去 其實你可以一次看到五個縣市 中部的五個縣市 對 中部的五個縣市 超美的 現在知道他為什麼叫雲林之秋 因為真的是 在雲之上 這就是雲影村嗎 所以你是雲影村的村長 沒有 我們只是來旅遊的 木業村的人 我以為看到我的護兒嗎 看著木業 然後再畫一槓好了 我們現在要去小組子了 好渣喔 沒有說 再跟大家分享一個約會的小訣竅 我覺得最基本的就是 要好好的聽對方在講什麼 我有聽說就是 對方講完 你等著一秒再回答 嗯 留白是一種浪漫 所以我們就學到了第一招 對 至少我們在登山的過程中 我已經了解了第一部 最喜歡的 POP5之一是 宇斯波優 假如以後有機會去買週邊商品的話 你就知道要選宇斯波優的東西 今天原來是如此的重要 我覺得約會過程中呢 男生主動幫女生拍照 也是一個很加分的 真的耶 是不是 就加了1800萬分吧 感覺 妮如是一個需要很多照片的人 對 雖然我其實沒有很愛拍照 因為我IG有時候 還是要PO一些照片 要跟大家互動一下 然後我自己又不喜歡拍照 所以我就很喜歡別人逼我拍照 喜歡被逼 對 所以妳兼具了S跟M的 我就看對方是什麼類型 我就變什麼樣的類型 哇 好棒 優秀優質 欸 等一下 我們的重點是拍照吧 覺得就是有些女生 會害羞 不敢說她想拍照 她怕對方覺得麻煩 對 這個時候其實男生可以主動幫忙 就是女生會覺得很貼心很暖 而且重點是可以留下 回憶 這超重要的喔 讚 我們現在來到 松月咖啡莊園 Yeah 這邊呢聽說有就是 全世界最好喝的咖啡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得獎的咖啡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 然後他會帶大家就是參觀一下 他的咖啡的園區 妳平常喝咖啡嗎 不喝 完全不喝 一點都不喝 那看他們可不可以打動 好 有點難喔 喝咖啡一定重一點的東西 我覺得心機 所以我很怕喝這些東西 我連茶都很少喝 直接試一下 今天嘗試看看 好 走 大家知道咖啡成熟是什麼顏色嗎 紅色 標準答案喔 不要加油講 翻出來吃看看 直接吃嗎 老闆就直接吃 你嘗嘗它的味道很甜 嘗嘗它的味道你也吃不夠 是咖啡味嗎 嗯 就你不會想要吃咖啡 果就很像水果 對對它是水果的一種 咖啡果實的種子 不知道古人是怎麼發現 那個種子可以弄成 咖啡 你沒有拿起來磕 哦 好像磕 我可以泡 好 我們再往前 好 好 這輩子沒怎麼喝過咖啡 進來就要來試試看好了 你可以的 我等一下會認真疲分喔 真的嗎 所以你是懂咖啡的人 每天一定要喝一杯 我會自己沖 但我會沖那個 濾瓜 他說先 把所有的水見失 然後30秒 看我都記得 有在聽耶 有啦 差不多了吧 我要拿起來囉 這樣嗎 米乳人生第一杯沖的咖啡 真的耶 聞起來香味真的不一樣 真的嗎 對啊 可以了 可以沖給爸爸媽媽喝了 其實我覺得我的蠻好喝的 還不錯 我很好喝 蠻不像咖啡的 那種酸酸的感覺 這邊有那個耶 罐中罐 各地的冠軍中的冠軍 非常厲害 那是台灣 那這個全球 全球第一 全球排名第一喔 哇 我們現在喝全世界 最好喝的咖啡 世界排名第一 喝起來很像花果茶 很有趣 顛覆你對咖啡香味的想像 味道我覺得很豐富耶 嗯 而且我喝完了 我不喝咖啡了竟然喝完好厲害喔 我剛剛自己泡的都沒喝完 我剛剛自己泡的都沒喝完 耶 到西魯老街了 那我們西魯老街要從哪一口 你不知道幹嘛對不對 對 我跟你說 我來之前有稍微猜一下西魯老街 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有幾個給你選 第一個有 觀光工廠 醬油的 歷史悠久 醬油工廠 然後咧 它這邊有一些創意事件 最後一個是 大水醬 吃的也有想到 其實我喜歡古蹟咧 我覺得我們可以逛一下 觀光工廠 那我們就先去工廠看看吧 走 油膏是多加一個糯米漿下去的 喔 好吃耶 超級無敵香濃 鹹完之後味道超棒的 我是會直接吃鹽巴那種人 妳好怪 這個我願意直接吃它 因為我很重鹹 我很喜歡吃調味料 現在已經晚上了 今天是不是有活動 沒錯 我今天有雲林的 驛震文化集 喔我剛有聽到一些音樂 地震喔不是地震喔 驛震我知道是驛震 然後聽說有一個萬人點火 應該會蠻壯觀蠻漂亮的 今天剛好是開幕 耶 也太巧了啦 趕上開幕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在工廠這個開幕這樣 反正活動開始之前 我們就隨便走一走 然後看有什麼想吃 而且這裡真的很漂亮 很有感覺 這個老街真的有驚豔到我 那我們就是找一些東西吃 然後找一些東西逛 然後再去參加第一 正文化集吧 耶 幫你拿包包 很重耶 沒關係沒關係 我拿 你的肩膀已經大了 小小的貼心舉動 因為有時候呢 女生約會到後面的行程 越來越晚 就會太累了 東西會增值 就是莫名其妙 手會多 非常多不同的東西 不小心買了一些東西 沒錯 今天這次是我們活動的火把 萬人點燈 所以是要把這個 螢光棒折一折 對 我覺得這個火把做得還蠻好的 很厲害 很有創意 登登 我們既然每個人都有這麼漂亮的火把 我相信現場一定超美的 我相信現場一定超美的 那我們就直接去現場吧 好多 好多 大小 最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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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哥可以邀請 終於點燈了 今天的行程你覺得怎麼樣 今天還蠻好玩的 好散好水 就其實最後這個點燈 我覺得有感動到 因為雲林那個感覺很熱情 然後很溫馨 真的有那種在地的感覺 感受到他們都是為了這個地方好 然後想要一起參與 一起向這裡更好 而且我最喜歡的是那個活舞 我覺得很猛 對 他有說一個啊 他們後面衣服越少 不要講出來啦 這一次蠻喜歡今天的行程式 尤其是最後面的表演 然後跟雲頂之秋 就是我在喜歡這兩個地方 早上很漂亮 我覺得一路上的風景都蠻好 下車然後看到那個 自己在三月之中 然後那個咖啡真的很棒 深山裡的咖啡 對我今天的表現 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滿分五分的話 我給四分 好可以也不錯啊 四分還不錯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一路上算是 蠻聊得來 然後還蠻波心的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留在那邊 等一下啊 他有一分欸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就感覺吧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留在那邊 我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留在那邊 還有一路的 IG Youtube Facebook也記得喔 掰掰 掰掰